男子警咬下唇不停鞠躬 双眼无神 若有所思的模样 看起来相当懊悔 这名男子就是喝酒醉 怒打议员的基隆市警察局 第二分局侦查座吴春南 事件一曝光让人感叹 台湾警察风计还好吗 他说你怎么可以提我的口 结果他大概是酒后吧 酒后就比较失态 这名遭打的议员 韩良奇是基隆老议员 目前全力为交棒的儿子辅选 没想到却发生了 喝酒醉的刑警上门 殴打事件 连模样可爱无辜的小狗 也都遭殃 事件一曝光 警戒高层马上带着礼盒 登门道歉 这名无信行警 是基隆市警察局 第二分局侦查座 从仅二十多年 之前在基隆市警察局 刑警大队科技队 后来转调少年队 他曾经涉嫌一起 毒品尿的调包案 或判无罪 就改调侦查队 没想到才来第五天 就发生了喝酒醉 殴打议员和踢议员狗的事件 遭到了惩处 除了改调制服警察之外 更被依侗洞保法法办 无信侦查 侦查座 群已久后 在家附近散步 走到我们市医院 寒凉区附近 因细故 跟议员发生拉扯 脚踢 致我们寒议员受伤部分 我们特别向韩远表示 致歉 压力大 因为现在警方的 这个工作都很繁殊 而且很重 所以说 我们也要站在 他们的立场 替他们考虑一下 再看看无信行警 低头不断鞠躬的 懊悔模样 只是因为自身压力大 情绪管理不当 就找人民出气 还牵连无辜可爱的小狗 就算事后懊悔 也不免让人怀疑 台湾警记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记者朱丁荣 宁春芳 气动报道